假信息或者意識形態的操作 我們所有的信息 無論是疫苗的採購 或者研發 都應該以我們防疫中心 所發布的為準 我們希望 國人同胞 大家知道 我們撐這一年多來 非常不容易 請大家能夠 以防疫中心 所有的宣布為準 並且請大家 齊心合力 守住這一塊亂世中的湖地 我們才能夠平安 幸福的好日子 台灣能夠 對防疫做出最好的成績 就是 因為國人同胞一起努力 地方政府跟中央一起配合 尤其在第一線的衣服人員 非常的不容易 他們 不以自身的安危為重 而卻能來照顧陌生人 所以政府有法律 明定 就是我們的防疫人員 如果因此而染疫 我們最高會給35萬的補償 如果因此成產或是自食 我們最高會給1000萬的補償 但我們不只是金錢的照顧 最最重要 希望國人同胞能夠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最大的溫暖支持 同時也拜託國人同胞 一定不能鬆懈 這一年多來 能夠防疫做到第一 是大家一起努力 不要因此大意 不要有任何鬆懈 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 我們桃園政市長 真的發揮最大的能量 不僅是桃園市政府 整個局處動起來 並且也鼓勵 所有的國人同胞 大家都能夠 像桃園政市長這樣 積極的 主動的 並全面的 大家做好防疫 同時我不但感謝桃園市政市長 在第一時間做全面的 這樣子的努力 同時我也呼籲國人同胞 大家真的 過年就要到了 千萬不要鬆懈 一定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我們才能安全